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全球许多老师面临必须线上教学的情况 随着线上学习的趋势崛起 中原大学跟教育科技业者合作 启动了天涯若比林的计划 打造全球第一间复合教学的教室 结合所需要的软体可以直播 同步非同步等数位的方式 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教育现场 教室里老师上课的后方摄影镜头 第一时间向讯息传给远端的学生 远距教学随着疫情爆发 逐渐改变过往的教学模式 教育科技业者与中原大学合作 启动天涯若比林计划 推出全球第一间复合教学教室 我们这个教室呢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 Hybrid Teaching Classroom 就是复合式 就是说有线上教学的 也有在现场听课的学生 然后呢 只要有设备在家里的 都可以同时听到 这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数位教学是未来趋势 以数位学习兼顾课堂和远距教学的 复合教学教室 在设置上前方的电子白板是老师授课主荧幕 后方则有两台摄影机 一个是老师的提稿机 第一个则是所有参与线上的学生画面 上课完全不用受到时间空间限制 线下学生30位 线上加起来150位 成长5倍 所以我们看到了5倍是可能的 5倍是很有机会的 第一次我们想做成了全世界第一个 能够线上线上最好的互动教学软体 新形态的教室结合所有软体 可以直播同步或是非同步 同时实现课室教室远距教学 学习不间断 记者综合报道